这张照片是小瑶10月1号过生日时 室友给她拍的 两只缠满纱布的手 小心翼翼地拖着贺卡和礼物 看起来让人有些心疼 小瑶有些害羞 记者就给照片里的她戴上了一个口罩 小瑶介绍她是9月29号晚上受的伤 当时洗完澡 刚要从淋浴间里出来 把玻璃门移向两边时 其中一扇玻璃门出现了问题 小瑶说当时碎玻璃 直接掉到了她的头上 身上 手上 腿上 这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被划伤 其中双手的伤口比较深 比较多 这一块的话皮是可以扯下来的 然后那边的话就是裂胎几个口的 缝合没有 除了手上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地方 就是腿啊 伤口那个比较深 后来现在的话结痂还好 当时室友叫了120 医药费的自费部分 目前花了约400元 房子是7月份租来的 小瑶认为玻璃门从滑轨脱落 是因为装修老化了 房东应该承担责任 那些医药费什么的 最起码的这些东西应该承担一下 或者说你再怎么样 你也得跟我们一个说法 但是这个房东他就一直都没有给消息 直到你们来了 他就立马来了 小瑶和室友的房子 是向一位刘先生租的 采访时对方赶到了现场 他介绍自己是二房东 房子也是从房东手里收过来的 你们有公司吗 没有 个人的房东嘛 那房东怎么会放心把房子交给你们呢 因为我们最开始是在公司做的 然后房东就是说 跟我们认识也是四五年了 然后房子在我们这里 就与个人关系了 对 个人关系好 就一直在这里了 二房东刘先生介绍 事发当天他了解情况之后 跟房东沟通了医药费承担问题 最终是决定承担这笔费用的 不过小瑶这边 还要求补偿一笔务工费 这本来就是一个质量问题 然后还是一个操作不大 然后我说我自己私人贴药包贴一点 然后房东出来把这个钱拼没掉 然后今天早上跟房东都说通了 房东说本来是过来的 然后现在突然又出了一个 他们说那这点钱是不同意的 他们说要在家加到一千多 说是更多的务工费 突然这么一加 特别是像谈判的这种东西 对不对 我们也是站在双方谈 这种突然加上来 弄得都不开心 刘先生没有提供房东的电话 他表示 如果小瑶坚持增加赔偿 他还要跟房东重新沟通 现场双方又进行了一番协商 最终决定约上房东 再通过派出所调解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worth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